大家好,今天用这条花莲鱼的尾巴和朋友们分享一道红烧滑水 先来给它改个刀 沿着中骨骗肉 骗到你尾巴还有三厘米的地方就停刀,不要切断了 翻过来把另一面的肉也一样骗出来 再剁去中骨就不要了 然后剔除一排刺 接着像这样每间隔一厘米切上一刀,给它改成鱼条 鱼条也不要给它切断了 有些地方是把鱼尾改成扇形 我们这边会改成这样的佛手形 这样烧起来会更入味 不过有个缺点就是烹饪的时候容易烧断 再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拍碎的葱姜,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 配料我们准备一些青红椒,给它切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姜片,葱结,干辣椒 我们安徽人烧鱼,蒜药放上起立 腌制好的鱼呢,我们浅去里面的葱姜 像这样铺开,放在壁子上 这样烹饪的时候呢,方便它地形 锅烧热,加一点色拉油,再来一点猪油增香 我们下入鱼尾,用中火慢慢地把它切香 煎的时候呢,轻轻地晃动 底面煎好了,准备翻一面再煎 翻的时候呢,我们把鱼肉里面对着剁 这样很容易就把它翻过来 两面煎香了之后呢,洋葱姜干辣椒炒香 再加入一勺鲜辣椒,炒出酱香味 沿着锅边流料酒,炒出香味 红烧酱油也是一样的,沿着煎,里下去 炒出酱油的香味 接着就加入清水 水量呢,和鱼肉七平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蒜子 这个时候紫酥呢,没有就不放 然后白糖提鲜 再加点老抽,增加点颜色 烧开了之后,转成小火 开上盖,炖上7-8分钟 时间到了结盖 剪去葱姜和香料 放入青红椒,然后我们就开大火收汁 一直把汤汁收成这样 像芡汁一样很稠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花莲鱼的尾巴很便宜 这条买回来就7块钱 不过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